那我先講好了啦,那等一下我再cue人 今天太多新面孔了,沒有辦法一個一個cue 所以就我們9點以前會結束 那9點之後我們就會有另外一個時段 深夜時段 那其實就我們在說華心街這裡 就南四角這邊,這邊其實不是只有緬甸族群嘛 在過去新南夜市那邊是很多金門人都住在那邊 就是金門新村,所以其實南四角是一個 有兩個主要很大的移民聚落 那其實這個聚落要怎麼去圍出它的邊界 它有很多個元素嘛 那飲食就其中一個大家都可以 眼睛看得到,聞得到,吃得到的 那有一些邊界是很模糊 它不容易看得到 例如說裡面看到的當派問題,毒品的東西 它其實就是台面下那個東西也都存在 只是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 直接的經驗到它,除非你有管到 所以其實就不是只有明天就這樣子 其實整個大台北地區 有非常多的移民聚落 尤其是在新北市 其實就是所謂的都市的外圍 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新北市 像新店 永和中和 其實都是一個一個的移民聚落 那每一個聚落裡面它都有不同的社會規範 社會組織 那 對,我要帶大家回來談緬甸人族群 那其實我們可能會談說 緬甸族群在這邊會面臨到的認同的問題 那認同到底是認同緬甸文化 緬甸文化還是大中華文化 那你到底是緬甸人 台灣人 還是中國人 其實這個問題 呃 如果大家可以常來的話 其實跟這邊的人接觸就 很快的就可以把這些 我們心裡的疑問抽出來 因為每個人身上都 都代表著這些疑問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最快的方式其實 就是到這個地方 實地的踏槍 它會更快讓你看到這個現況是什麼 對啊 然後 我覺得它有時光在這邊 也有它特殊的意義嘛 就我們在做一個中介者的角色 那 好啦 那我要先Cue人了 欸 那個 瑪莉 我還在醞釀我的問題耶 好好 那 那你下一個 好 有沒有 有 有沒有 同學 很多甜點學要先回答 那個 寄一波嘛 那我是那個 全州 中國大陸的全州 對 全州也是 那個 伊斯蘭教最早傳入中國的一個地方 那其實 我當然知道雲南有很多穆斯林 但是我其實不太知道 雲南在台灣也有這麼多雲南的穆斯林移民 那我是想請問那個王老師 因為 之前有了解到就是那個 中國 伊斯蘭教有很多 門患的一些 派別 那 雲南的那種分布是一個 是一個怎樣的狀況 然後 包括 他們來台灣之後這些有變化嗎 包括那個 因為有一些門患很重要的是一些廣北的崇拜 那這點想要稍微來解釋一下 好不好 對 這個 這位同學他提到可能 是比較專業性的 我可能稍微先解釋一下 所謂的門患就是 伊斯蘭教裡面有所謂的 蘇菲 可能這個講蘇菲 大家也許有聽過 就是 所謂的神秘主義 對 就是比較 會要強調這個 公修很 就是克制自己的慾望 一直做 祈禱一直禮拜等等 就是 比較一直花費他的心力在 從事宗教公修上的 一種 派別 或者是一種 修為的方式 然後當然在 他剛剛提到的 中國大部分的話 有一些 不同的 形式呈現的這種 蘇菲的 蘇菲主義 然後至於在雲南方面的話 其實是比較少的 大部分都還是在西北地區 就是像 甘寧心那邊 所以 雲南其實是比較沒有 像 來到台灣的這些 雲南人 其實也並沒有 那樣子的一個情況 對